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取教 我们刚才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推北图第41图 最后讲述这个握有兵权的人 造成了这个天翻地覆就是阴阳反背 人世间大混乱的这种麻烦 而收拾这个麻烦的是个姓白的 我刚才说了是个姓白的 那白宫正好在中转角就是白宫咯 那川普恰恰现在的主人是白人 被媒体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 其实他是个白人 是不是白人至上主义呢 我觉得这个话都是狭白 是现代很多自卑者 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尊严 产生自卑之后所描绘的说法 什么叫白人至上主义 每只狗都长得不一样 你家的猫养的也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个养头驴都讲养头纯种了 是不是 纯种了就好 无论他是白的黑的绿的花的 没关系 他是纯种 你现在不是呢 那你他白人至上主义 黑人命是贵的 那黄种人跟黄金色差不多 So what 对不对 So what 但这些人往往又是纵欲的 就是乱种了 是不是 你又是个纵欲的 你又去看不起自己的肤色 然后你非得在别人面前打倒别人 变成自己的伟大 你他不就是一个自卑的吗 他怎么看都是自卑的 但你养狗的时候一定养纯的 养猫的时候一定养纯的 那好的种马都有 都有这个祖宗牌味的 他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 跟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当时是谁是谁 有名字的 他玩马的比买房子贵多了 那一匹马上千万有啊 那个是那样的 那你要买一匹上千万的马 你不得倒他祖宗八倍啊 有人养狗 我见过的养的好的 那个黑背的 德国狗黑背的 他就养只种狗 到处去给人家配狗去 我说你别瞎配啊 你瞎配把这狗给糟蹋了 他说嗨 配一次给多少钱 我们家这狗纯 你瞎骂 对不对 那你狗纯了 他白人 他认为我就是白人 你是黑人 他认为就是黑人 我是黄鲁人 就行了吗 所以其实是现在人麻烦 现在太多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才出现这种成分 那人家说白人 那人推背图里说的是 他死在白人手里头 这是纳瓦罗 纳瓦罗跟这个班农 他们俩曾经共事过 他来班农离开了 蛮有趣的 纳瓦罗是今天 这个川普的 这个反共当中的 在他班子里面的 最急先锋 班农呢 有着他一种 他确实给自己定位一个使命感 他给自己定位一个使命感 所以这是日前 大概28号那天 在华盛顿DC的川普的一家酒店里面 那是川普自己的酒店 他做了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很显然 他是为了拍节目用的 那他就搭个台子了 这个东西很容易搭了 人家都有钱对吧 辈分有那身份 他可以搭了这么个台子 那结果班农是把 纳瓦罗请去的 在有关目前大选的问题 川普获得大选 那是毫无疑问的 那个你今天看到任何民调 那东西都没用的 我跟你讲 今天的民调 今天反川普的很多人 以各种手法表达出来 为自己后面的倒血煤 倒了大血煤 在铺垫了自己的路 话就这么说了 大家能听得明白 他们为自己的命运的决绝 在铺垫自己的路 所以作为川普来讲 那朋友可能说 那现在对他不利 没什么对他不利 现在的状况就是修理他 有人说什么叫修理 那个武王在石阶镇的时候 红沙镇里他待了一百天 他命里有那难 那遇见那谁的时候 遇见这个吕跃的时候 用了伤寒差点没整死他 是不是 那江子牙他也是三死七灾 一点他都躲不开 他就那样了 那今天的川普类似 类似当年的江子牙的三死七灾 他躲不开 但是命里注定是谁就是谁 表现上是这么个表现 所以这个背景是这么个背景 那班农在跟纳瓦罗的对话中 出现了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28号 习近平处于美国的社交 他叫社机事业中 班农我觉得你就可以把他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对中共有着决绝认识的 这么一个打击的 把自己赋予使命的打击者 班农敦促川普 除了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要制裁习近平及其党女 没收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袭击港币令其崩溃 这个袭击港币这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就现在明确的说法了 新闻周刊 美国新闻周刊比较有名了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奥布莱恩 FBI的老板瑞毅 司法部长巴尔 国务卿蓬佩奥 轮番上阵 那班农接受CNBC 美国商业电视台专访时说 这是川普政府对中共连贯而全面的战略 打击战略 那川普跟班农离开了川普的班子 他们之间在表面上没有任何接触 那班农呢 以他公开的方式 在扑使川普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政策 对川普连任信心十足 他说 对中 美国对中的战略演变成一个自由联盟 他讲这个自由联盟 其实就是蓬佩奥讲的 英国 日本 印度 加入其中 令人震惊 人们在对抗中共 那这是川普在白宫八年任期将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 这个咱讲好了 这个你要注意到 在他的角度来讲 就像川普自己讲 他是一个被选择的 在基督教当中 讲述被选择的是神的旨意 那有人也把他说 川普把自己比喻成当年的 就像摩西一样 很难说 很难说 但是中间有那个意思在里头 那中共是魔鬼 相信天灭中共的话 在人的层面落在了美国身上 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 干掉习近平的是姓白的 这是推背图的四十一图 所以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跟川普能对上 不是川普伟大不伟大 而是川普的生命使命 落在他头上就这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落在他头上 就在人的层面干掉他 我觉得就这样 所以一定要明白 不是伟大不伟大 不是那么回事的 那你说到底是武王伟大 还是江子牙伟大 武王什么都不会 就这么一块肉 往那一待 天上的神仙都帮他 你说他伟大 他高还是低 人的贪得无厌 就会比成谁高谁低 是人的贪婪笨蛋 笨蛋 生命不在高低 生命只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 无论家在哪 无论你家什么样 每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是最欣慰的 他给了你白宫住的时候 你会到处尿尿的 大小便失禁的 你压不住他 就这么回事 今天习近平就是 他走这半 没想到他当这官的 所以大小便失禁了 所以就干出这种事了 他压不住这个庙 没什么可讲 没有什么高低的 人在贪婪 对吧 就咱开玩笑 说现在房子 说美国房价还在涨 也不跌 有人说跌 他怎么不跌 你说房子是给人住的呢 还是给人赚钱似的 对不对 人说兼顾 那怎么叫兼顾 我就问你怎么叫兼顾 一个人 你能否与你的家庭 跟你的孩子 失去你每天生活的乐趣 和真正的幸福 为了去养一个房子 对吧 我自己见过 打两份工 家里什么都没有 买新房子 孩子睡地去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再振起钱来买另外一个更大的房子 For what 说那以后我孩子就幸福了 你孩子现在睡地上 你孩子现在就睡地上 没床 这就是大陆人 这就是大陆人 So what 神经病 你让我说就是神经病 前是他爷爷 前是他亲娘 亲娘都不是 亲娘都能给卖了 现在 失去了自己真正生活的本质 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这是咱们这么说法 中美贸易协议 中国世界目睹了对香港的伤害 武汉肺炎全球蔓延 川普不应该跟中共合作 不应该剥夺他们的主权豁免权 让港币崩溃 这是蛮有趣的 那他讲述我以为是对了 所以你会看到 川普本身的某些行为 在他权力不受 就是突破约束的背景之下 尽他之可能 财政方面 与中共进行斗争的时候 切断他们与所有美元的联系 以香港为基础 用美元做锤子干死他 对习近平及其党女进行制裁 没收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那他刚刚 美国又刚刚宣布没收了 应该是新疆 新疆建设兵团的司令跟政委的财产 制裁另外两个人 这是他的主张了 那是否主张到那儿呢 我们就不好说了 27号跟纳瓦罗在川普的国际酒店 两个人在一个小时的直播对话中 直接抨击中共的疫情政策 所以这就是这篇文章的说法 那 班农目前 他的讲话 他的讲话 他的呼吁呢 基本都是这种高调的呼吁 基本是这种高调 我不知道是原因在哪 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不是决策者 对吧 他只能表示他的态度 他以他的呼吁的概念 在为川普出谋划策 也就是说他以公开的方式 在成为川普面对中共的一个实际的幕僚 可能在他们之间出于某种原因 无法进行对话 才使得川普班农以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看法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